迪丽热巴合作过无数美男,却频频遭到吐槽,简直比关晓彤还惨。 杨幂不仅自己带给观众多部精彩的影视剧,连同旗下的艺人,杨幂也是毫不吝啬地给资源。 相继捧红了迪丽热巴、张彬彬等人。 迪丽热巴如今也是可以独当一面的存在了,这几年也出演了不少的电视剧,合作了无数的美男。 俊男美女的组合看起来颇为养眼,但是观众不知道的是,原来热巴频频遭到男性们的吐槽。 迪丽热巴身高169厘米,体重大概50公斤,按照身材比例来说,迪丽热巴这个体重还是偏瘦的。 但是就这样的热巴,被他合作过的男明星吐槽体重。 比如不久前才播完的《烈火如歌》,在剧中迪丽热巴和周渔民合作,这之后就被周渔民吐槽太重了。 周渔民表示在剧中暴迪丽热巴的时候,把吃奶的力气都释出来了。 在拍摄《公主》爆镜头的时候,那一天周渔民一共爆了30次左右,并且吐槽那一天真的是折磨人。 看来周渔民的怨气不小啊。 难道迪丽热巴的体重已经到这种程度了? 不过这也不枉费迪丽热巴胖迪这个外号了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